在台湾的民间信仰当中 为了制煞政协 许多路冲都会设置石杆当 而为了感谢许多负责贩售口罩的药局药师的辛苦 宜兰市公所特别制作了防疫石杆当文创公仔 送给县内药师工会的会员 感谢他们的辛苦 也希望透过石杆当 将安定人心的信仰力量带给大家 在施工所的用心设计下 将具有指红、制煞、政协拍会的传统石杆当 制作成可爱Q版的公仔 并由市长将冲员送给宜兰县药师工会 来转正给县内药师 肯定加冕在疫情当中 劳心劳力捍卫民众的健康 未来公仔作证药局可以安定人心驱逐病毒 以国家防疫上面的付出 我们所有的药师药局扮演一个重要的窗口 一个很有利的这种管道 让民众可以在第一时间 来领取口罩来进行个人的防疫 这段时间的辛苦我们要特别感谢他们 所以我们制作了宜兰专有的石杆当 如果放在他们的柜台或者是办公桌前 就可以驱除一些病菌 让我们可以平安可以永心 我们的药师他们都尽心尽力 而且是完全的合作 加上我们宜兰县的县民 跟我们宜兰县的药师个性比较温柔 比较温和 没有发生一些像外线式的一些冲突之类的 对这样的文创发想 限远黄敬河跟林立都觉得非常贴心 而且具有正面的信仰能量 也要感谢所有的药师们 他们在这个期间 这个把口罩这样子贩卖 很辛苦 等于说是很不简单 所以说我们也要鼓励他 要感谢他 那依然施工所特别做这个Q版 送给他们 放在店里面 大家去买口罩看到的时候 心情上心灵上都会受到感应 我觉得非常的Q版 非常的可爱 那我想这个跟我们金门的风师爷 还有我们这边的石感丹 在地的这个东门石感丹 他都有这个抗煞防疫的这个谐音在 那我们透过市长他这个巧思 给所有第一线的这个护理人员 他们真的非常的辛苦 尤其是药师 最近因为口罩非常的工作量相当的大 那透过这样的Q版的这个泰山石感丹 能够发给所有的药师 一点就是在服务上的工作的部分 能够疏解一点心情 这个迷你版的石感丹公仔 是不是很值得收藏呢 民众可以到市长江冲渊的脸书粉丝专页 来留言答题 时间是5月5号到7号 5月8号将抽出200位的幸运儿 共同防疫 此感丹保平安 赞 宜蘭新闻记者张丽林采访报导